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呆呆这里开了另外一个频道 呆头呆脑呆呆多了曼尼 主要是解说一些剧情和科幻片 请大家按右上角,订阅呆头呆脑频道 请大家多多支持 Thank you very much 大家好,我是Dadei 今天要讲一个漫威开始的故事 男主角是个超级富豪,超级天才 老爸去世的找,把他制造武器的公司 交了给男主角和他的伙伴光头老 男主角也是个爱搞搞搞搞的男人 有钱啊,就是好呀 男主角去了郊外 对军方掩饰了他公司发明的新武器 新武器的威力能简单的摧毁一座城市 演示完必要离开时 他们的车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 几乎全部士兵都伤命 男主角也被炸弹给炸飞 男主角被恐怖分子给抓了 也把他给救活了 他看到他胸前连接着一个电子仪器 经过这里被俘虏的光头科学家讲解 男主角知道了他身体里有很多炸弹的碎片 这个电磁铁能阻挡着碎片进入心脏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闭路电视间试着 恐怖分子和男主角 帮他们制造他公司最新最强的武器 男主角拒绝了 他被他们虐待 恐怖分子带男主角去外面 这里有很多他公司的武器 男主角难以置信 恐怖分子说要他用这里的器材 制造那个强大的武器 男主角只好表面答应了 光头科学家鼓励男主角必须挣坐 要不然他们离不开这里的 男主角先要聚活自己 电磁铁是无法撑多久的 他开始制造了一个迷你方舟反应推 在光头科学家的帮助下 他成功了 男主角和光头科学家说了他的计划 然后制造一个机器装甲 他们开始了他们的工作 恐怖分子也经常来探查 过了好几天 光头恐怖分子看着监视器 觉得事有不妥 这个不是在建造武器啊 光头恐怖分子 用光头科学家的生命 来威胁男主角 要他明天就制造武器出来 男主角知道他们没时间了 他继续做他的装甲 组装起来所有装甲部位 光头恐怖分子看着闭露电视 看不到男主角 立刻派人去囚禁房 恐怖分子一开门 就被男主角安装的炸弹陷阱给炸飞 来到山洞出口 男主角看到了 倒在地上的光头科学家 他很庆幸 他能帮助男主角 然后就死了 男主角出道来 很多恐怖分子对他开枪 他没事啊 男主角对他们反击 也把所有的武器点燃摧毁 在大爆炸之前 他启动了脚部的喷射推进器逃离 装甲毁坏了 他徒步在沙漠行走 被军方找到 得救了 回到去 助理小辣椒要带他去医院 男主角不要 他要立刻召开记者会 男主角在记者会说 他无法想像他们的公司制造的武器 祸害那么多人 他决定了要关闭武器部门 全部记者都轰动了起来 光头老说 这个决定害得我们的公司股价暴跌 男主角给光头老看他发明的 迷你方舟反应堆 男主角要光头老保密 因为他这个项目还在进行中 光头老也答应了 男主角回到家里 又制造了一个比较好的 迷你方舟反应堆 可是他的手太大了 需要小辣椒的小手 帮忙快速的抽插 op sorry 讲错 是插路 安装完毕 男主角要小辣椒 把之前的那个迷你方舟反应堆丢掉 男主角想制造一个更完好的机器装甲 光头恐怖分子还没死呀 他还把男主角留下的毁坏装甲回收 男主角年夜不休的制造装甲服 也成功制造好了 进行了测试 男主角看到桌面上 有份小辣椒准备的礼物 是之前的那个迷你方舟反应堆 男主角要系统帮装甲服进行喷漆 然后他去参加了公司的舞会 在舞会 男主角在记者小姐那里得知 他们公司可能有贩卖武器给恐怖分子的可能 男主角去质问了光头佬 光头佬说是他批准的 他已经召开了股东会 把男主角给开除 男主角回到家里 很生气 还看到新闻有恐怖分子 用着他们的公司的武器来伤害人群 他决定了要去对付这些恐怖分子 帅气的穿上了装甲服 没三两下功夫 就把恐怖分子给解决了 光头佬去见光头恐怖分子 原来把男主角抓起来杀害 都是他的计划 光头恐怖分子给光头佬 看着他们找到的装甲服 然后威胁光头佬 给他制造几个出来 光头佬不是盖的 用超音波麻痹了光头恐怖分子 其他恐怖分子 也被光头佬的手下解决了 光头佬也叫了他的部下 改进这个装甲服原型 男主角小辣椒 帮忙去公司害路系统 偷取光头佬和恐怖分子的犯罪证据 小辣椒来到公司 结果发现了 是光头佬安排恐怖分子抓男主角的 他传输了资料 光头佬突然出现 小辣椒门混过去 知道他危险了 他的科学家 没有办法把方舟反应堆迷你化 所以他去了男主角的家 他用麻醉去麻醉男主角 然后拆除他胸口的迷你方舟反应堆 然后离开了 男主角爬下工作室 拿了小辣椒送回给他的 那个迷你方舟反应堆得救了 小辣椒这里带着几名探员 来到公司要抓光头佬 结果发现他制造了一个大型的装甲服 人肉之躯 当然不够钢铁斗咯 小辣椒逃了出来 要被光头佬抓住之际 男主角赶到了 然后就一番打斗 KING KING KONG KONG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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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男主角在公司大型的方舟反应堆楼顶 要小辣椒打开最大输出 男主角被炸开 而光头佬被炸死 最后男主角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 I am Iron Man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电影的某某人员 一定很讨厌光头佬 要不然为什么这部电影 那么多光头佬say bye bye呢 光头佬是无辜的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请大家按赞 分享和订阅这个频道 点开订阅旁的小铃铛 以获得最新影片的通知 我是戴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